王思佳先前爆出假暴风波 事件稍微平息后 他原参与各大节目的录制 引人注意的是 建议他带着老公来到小S主持的节目 在节目上谈到自己原本对于开设YouTube频道没什么兴趣 而老公却一直鼓励他 甚至还在一个晚上内就设计好频道的logo 让在一旁的小S相当好奇询问对方 是在做什么的 只见两人欲言又止 小S则直呼到底是一个多神秘的人 随后再读逼一问是工程师吗 而王思佳却又回避说到 他不是学这种电脑专业的 该反应也让现场众人纷纷笑翻说道 口风太紧了吧 不气馁的小S 最后则询问是投资者对不对 这才让王思佳透露说道 就这个之类的 片段一出也吸引不少粉丝热议呢 一边 一边 第四季 但是 感谢观看